45到55岁是疾病的高发期 建议做好这四件事健康又长寿 随住生活水平的提升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注重养生 但是像中年人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工作 生活压力而不重视身体的健康 饮食不健康 作息不规律 熬夜加班 喝酒应酬 压力大等 这些行为无疑是在悄悄地损害住自己的身体 人生中45岁到55岁的这十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年阶段 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大多数都是事业有成 家庭圆满 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生活经验 然而 在这样一个人生黄金时期 也是最危险的时间段 其实人体机能一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逐渐地下降了 随住年龄的增长 到了中年期也容易被疾病找上门 再加上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 更是让身体健康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年龄阶段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是最辛苦也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了 所以45岁到55岁也就被称为疾病的危险期 今年46岁的老刘曾经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母健在有着一个可爱的孩子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 可是近些年家里接连的发生变故 让老刘时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两年前父亲因故离世 去年母亲便又一病不起 妻子便辞了工作 在家照顾母亲和孩子 家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老刘一个人的身上 于是老刘白天上班 晚上带着妻子孩子出门摆地摊到凌晨两点 这样长期下来 老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前段时间由于长期劳累 饮食、作息不规律让老刘生了一次大病 从这之后他意识到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为了不让自己再次病倒 老刘开始注重自身的健康 让自己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 为什么会说45岁到55岁是疾病的危险期 人到中年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就会开始逐渐的下降 器官开始慢慢的衰退 在这个年龄阶段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或者换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人不在少数 大多数的疾病也都会在这个阶段爆发 医学上降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0到35岁 被认为是人生中最活跃的健康期 从人类一出生开始 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便开始慢慢的发育起来 直至到35岁器官发育成熟 这个阶段的人体机能总体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所以0到35岁之间身体是最健康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35到45岁 医学上被称为疾病的形成期 人体到35岁器官发育完全成熟之后 过了35岁身体的功能就会开始逐渐走下坡路 器官也会慢慢开始衰老 其次各种疾病也会慢慢显现出来 就比如平日里不注意饮食 经常吃高脂高热量的食物 就会容易出现血栓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 那么这个阶段各种疾病都慢慢形成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45到55岁被称之为疾病的高发期 这个年龄段的人犹豫压力过大 而且也不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 大多数的疾病会在这个时期爆发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癌症肿瘤等 甚至还会严重威胁生命 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疾病的高发期 再加上45岁到55岁的人既要注重事业 又要养育家庭 日常还要保持人际交往的关系 所以就会一直处于一种身体透支的状态 许多的疾病也就接连而来 第四个阶段就是55到65岁是安全过渡期 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就是属于退休的状态 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如果在这个期间身体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依旧是很健康 那么到了晚年身体状况就会相对安稳 45到55岁身体出现二种情况 小心疾病的来袭 一小病不断 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免疫力也会下降 细菌和病毒就特别容易入侵人体 就会出现头晕头痛 感冒发烧 疲惫无力的症状 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些小毛小病 那就是在提醒你身体的免疫功能正在慢慢变差 二长期腰酸被痛 如果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经常性的腰酸被痛可能就是因为肚劳类 腰椎肩盘突出或者骨质疏松引起的 中年人工作的环境经常性的久坐 久站姿势不正确或者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等 都会损伤肌肉和骨骼出现腰酸被痛的症状 还有人到了这个时期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会开始慢慢退化 肌肉和骨骼也会跟住下降 逐渐出现肌肉萎缩 骨密度下降的现象 长期的营养不良也会导致钙流失过快 从而增加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45到55岁想要健康度过应该怎么做 请记住这四件事 一健康饮食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身体的健康 养生的方法也多重多样 保温杯里泡枸杞 补血氧气保健品 但是真正的健康养生方法 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合理膳食才是补充营养最全面的养生方法 到了中年时期就要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白肉淡奶等 多补充维生素和优质蛋白 避免吃一些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 二避免熬夜 长期熬夜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危害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都不应该经常熬夜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身体机能就开始下降 过度劳累就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 如果再经常熬夜 还会导致免疫力进一步下降 时间久了就会精神不振 记忆力减退 另外熬夜还会影响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 引起内分泌失调 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三适当锻炼 人在到了45岁之后身体机能下降 会出现肌肉萎缩 骨密度下降的现象 那么就要通过锻炼来加强身体素质 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走路慢跑游泳骑车等 锻炼会有效的增强身体各个机能的状态 提高肌肉含量延缓代谢下降 其次还能够很好的保持体重预防肥胖病 四定期体检 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体检可以及时的发现身体有没有症状会引起疾病 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有效的保障身体的健康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保障身体健康最主要的因素 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要注重自身的健康 当人在过了45岁之后就要做到饮食健康 适当的运动 避免熬夜 还有要定期的检查身体 做好这四件事才能有效的保障身体的健康 严年益寿